2013年世大运柔道队将在7月3号登场 体育署何卓菲署长周二下午前往国立体育大学 访试世大运柔道代表队集训情况 期望能够在世大运赛场上争取佳击 为国争光 亲自来到训练场地 体育署长何卓菲为即将出赛世大运的中华柔道队加油打气 我们对每一个选手都要给予最大的鼓励 而且我也认为我们的每一个选手都是非常有潜力的 这次中华柔道代表队男子选手有曾汉杰 黄盛婷 吴文顺 以及文化大学的简嘉宏 今年4月底举行的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 他们各自拿下量级金牌 女子组方面除了有三度参加世大运 目前在日本受训的莲真林 还有苏于柔以及黄诗涵共7名柔道好手 教练看好文化大学第二辆级的苏于柔的表现 在训练过程上自我辨设能力很高 所以目前来讲他算蛮稳定的 署长亲自来卫冕教练和选手 上总教练非常感动 很感动 因为以前罗道是好像不是被关心的以前 但是我们都很认识在练习 每年都这样在练习 然后市长来给选手的感觉说有被重视 对他们的心态上我是觉得这是比较坚强的一面 总教练对女子柔道寄予厚望 也期望能在本届世大运有亮眼表现 新唐人亚的电视胡书甲许娟 台湾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